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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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客 把这飞歌传书念给她听听 是 信上说 李姑娘带着张雨卿 已经在赶来的路上 不出三日便可到达都城 一到都城便可和当年知情者当面对质 我说我说我说我什么都说 国初饶了老奴一条性命吗 当年太后实在失宠 她就用了一帮死士 图光李家村哪 她命我去取神鬼兵器图一线先定 那天正好是永庆国来扰 太后就直接把这事 就栽赃给永庆国人头上了 陷队以后 太后顺利上位 当时我奉命去接应他们 就是拿一本神鬼兵器图 我怎么会知道他们竟然是 战草除根的 老奴心中有愧啊 那么多的人 就死在我的眼前 你竟然是这样 就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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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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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爷 你跟着去 看看谁这么大胆子 是 侯爷 皇宫戒备森严 等了这么久也不见江宝宇 看来要另寻他法了 皇上 此次倒有意外收获 听说信王李迁 此前被发辩出了城 此时正在郊外 押往回城的路上 既然等不到江宝宇呢 找李迁也是一样的 此前臣 四字请只捉拿信王 臣已知罪 谢陛下不追究臣之罪责 若不是 看在姑姑的面子上 朕真想好好制止你 你简直胆大包天 陛下息怒 臣近日前来 自请围剿庆太余部 将功赎罪 你有庆太的消息 庆太 在永庆国败走之后 有宪报称 他进入了我牧安国 臣已加派城中暗哨 一旦查清据点 便亲自前去 将庆太余部一网打尽 好 这件事就交于你办 臣遵旨 对了 朕已派陈恩公的人马 与你的人马会合 一定要确保信王安全回宫 遵旨 怎么样 李谦跟公爷回来了吗 没有 没有 老宁 你先坐下歇歇一会儿 路途不远 他们应该马上就回来了 只希望赵孝能把李谦安然的 送回来 你放心 不是还有曹轩吗 陛下让曹轩护送信王 为的就是避开靖海猴的人 不行 还是不放心 秦哥 备降 咱们就上门口等他 公主 刚才陛下差人传来的消息 您忘了 说是这两天宫里不太平 要加强宫门的防守 让咱们尽量都不要出宫了 湘京说得对 王爷 还有半日就该到了 行吧 小马 你再去城门口待着 任一来赶紧带来见我 赶紧的 是 公主 侯爷 属下一路追踪 发现在宫门外徘徊的 正是庆太一伙人 好极了 那你不跟着 回来做什么 侯爷放心 属下已经派人盯紧了庆太一伙人 这才赶回来给侯爷报喜 只是 这庆太一伙人的行踪甚是奇怪 离开神武门之后 竟往城外去了 一路跟着 押送李谦回城的队伍 李谦 看来庆太 想对李谦下手 那李谦 李谦不能死在我手里 但若是庆太要对他下手 本后就管不着了 只是 这承恩公也在 属下怕 怕什么 他曹轩想防的是我 他怎么会想到 庆太会盯上李谦 你派人去盯锦县 属下明白了 王爷和公爷莫怪 这圣旨 只说召王爷回都城 可您到底 还是戴罪之身 只能委屈您了 请休息一会儿吧 原地休息 请进 是 林兄 喝口水吧 不要了 东西 李兄 陛下之所以会派我来保护你回宫 想必是相信你的人品 一切 只要我们回宫面前圣上 那时自然就会真相大白了 其实只要宝宁相信我 便足够了 李兄情深义重 曹某佩服 曹兄对清晖相军 不也一片真心吗 四 刘兄 曹兄 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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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好位的意思你不懂嗎 來人 保護成員工 是 公主 董小姐來信了 公主 可是這餅粥發生了何事 竟惹得公主開懷 是珊瑚有喜事了 她現在信裡 越來越多提到今宵 雖然說都是在抱怨 其實喜歡得很 說不定哪個天時地利的機會 她倆就成了 我特意挑了這條勁道小巷 咱們走快些 李家大小姐還等著我呢 這裡我們向左還是向右過來著 我總是記不住 你放開我 你不要命了 你都這樣了 我看 是你不要命了吧 坦叔 他要殺了杜珊王 你看他那熊呀 我看他不會 他頂多就是過過嘴硬 你倆還在那邊跟著幹什麼 還不給我打 打女人啊 我欽佩你的原則 快點動手 但是我腳不停使喚 對不起 不停使喚呀 你幹什麼呀 你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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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箱 金箱 不要再打了快住手 再打就出人命了 小虎你怎麼樣 沒事吧 綁得有點痛 走走走走走走 快快快快 快快快 他們為什麼綁你啊 漢瑩 都是小事啊 那個王掌櫃啊 做事手腳有點不乾淨 我就把他趕走了 結果他心生怨恨 找了兩個劉匪來打我泄憤 不礙事沒事沒事 不是 你心怎麼這麼大 三個男人把你綁在這裡 這麼偏僻的小巷 我要是沒有及時趕到的話 後果不堪設想 可是你還是來了 所以 我不會去想沒有發生過的事 金箱 你看看我的臉 看我的臉沒事吧 沒事 沒事 沒得很 珊瑚 我也喜歡你 我說 如果你還喜歡我的話 我也喜歡你 那如果我不喜歡你呢 那我就先喜歡上你 然後再讓你重新喜歡我 金箱 你總算說出口了 你這個壞人 很可愛 公主 外面又送來了一封信 這個也是商戶小姐的嗎 以前被靖太綁走了 娘 快統治夫人 快快快去 快去找夫人啊 婚婷 發生什麼事了 小姐 承恩公 承恩公在護送信王的路上 玉刺昏迷了 這會兒剛醒 小姐 怎麼會這樣啊 承愛公 曹萱 曹萱 你受傷了 田醫政 公爺傷勢如何 回禀相君 承恩公沒有傷及要害 當真 當真 今日辛苦醫政 你跑一趟了 馬車已經備好了 太醫局正好有事要處理 那田某先行告辭 相君不慫 你是不是有什麼事瞞著我 沒有 你不想說便不說 你不想說便不說 夫君 我一定會盡全力照顧好你的 我已經下令了 我已經下令了 傳令去給陛下 公主應該馬上就知道了 現在不知道的是 清太人在哪兒 又為什麼要抓李兄 去把劉湘滿叫回來吧 已經去了 公主 公主 這便是那清太索藥的圖嗎 用它真的能還回王爺 但是這圖索藥落到她手裡 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我該如何是好啊 公主 要不要讓陛下多拍些高手 和我們一起去 您現在的身子 不堪設想了 這件事情不能讓陛下知道 那清太根本就是個瘋子 要是不按照她的來 李前肯定有危險 我一定要護她周全 公主 先喝口茶吧 你先去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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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將來 我們還是能有一個孩子 男孩女孩都好 一個兩個也都好 我們之前失去過一個孩子 是你讓我不再沉溺那時的痛苦之中 所以後來我就在想 如果我們又有了一個孩子 我一定會讓你看到一個更勇敢的白素 也一定會讓孩子擁有一個更堅強的母親 承恩公 其實傷處倒是無大礙 休養即可 焦不想gregor 就是這 傷疾深處 恐難以延續子私 承恩公 請喝藥 好 夫君 为何不让我和温蝶来照顾你 就区区见几副药的事 何必要让你操心呢 你看看我给你带了什么 这是都城鱼记家的文芳四宝 是我找人定制的 今天正好送的 你看看可还喜欢 这鱼记家做的文芳四宝然 做工实属一流 我不喜欢 你拿走吧 夫君 你怎么了 自从你受伤之后 就一直怪怪的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素素 我们分开吧 曹萱 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当初娶你 并不是因为我没有男女之情 而是因为我想履行我的责任罢了 那你为什么现在才说 总比更晚说要好吗 那先前你对我都好 又作何解释 可怜你爸 可怜你爸 我 你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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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怎么回事 我 就 公主 您不肯告诉陛下 可是 救我们这几个人去 能救出王爷吗 我出宫的时候 已经飞鸽传输给东东 还有金箫了 现在时间紧迫 咱们得拖住青台才行 别折腾了 挣扎也没有用 到了我的手上 想出去 晚安 你是被永庆国子民赶出来的吧 跑来地下战地方 永庆国算什么 你们慕安国又算什么 等你的迦南郡主 公主 把我想要的东西送来以后 这整个天下 都会是我的 你要对宝宁做什么 把他看紧了 他要是不老实 打到他老实为止 青台 你要对宝宁做什么 你敢动把你试试 吓他 别看了 我们如愿没有带其他人 就我们三个 我们王爷在哪里 快把他带出来 你们 别跟我耍什么花样了 我武功很厉害的 跟上 公主 他真是要我们往陵地里跳啊 那下门是什么 难道是地下暗藏玄机 我们要是跳进去 地不陷下去 会不会撞得涂破血流啊 公主 管不了了 试一试吧 想把你留在这儿 嗯 走了 嗯 公主 公主 没事吧 公主 没事 你真没事吗 你有没有不舒服啊 真没事 你别担心 嗯 他们人呢 去看看 嗯 来 坐坐坐 阿宁 师父 应该会你 驾难公主了 师父 您还是见我阿宁好了 传道者为尊 多谢大人 刚刚救下公主 坐下坐下坐下 所以师父 您在这儿见过李谦 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自从庆太知道我们见过之后 便将李谦藏在这里的某处 我试了几次 都没找到 看来那个庆太 他就是想要那神鬼兵器图 他才愿意交出李谦 你真的带来了 嗯 所以师父 你也是因为庆太才被困在这儿吧 我先李谦一捕 被庆太劫了过来 他要我在这里 日夜替他研制兵器 所以 刚刚那个外面 石器里发射出来的弩箭 就是他让您做的 想不到是用来对付你们的 为什么这么做呢 庆太因为暴政 被用庆国子民驱逐出境 他手上现存的兵力 又不够与默安国抗航 因此他对传说中的神鬼兵器图 十分渴望 他希望用图 造出最厉害的兵器 以值得天下 他可真是狼子野心呢 所以你真的打算 把神鬼兵器图交给他 相信我 说到这个 师父 我还有件事需要您帮忙 抱着我们的物業 请不吝点赞 讲述 图我带来了 把李清交出来 是 走 老天 咱们一手交图一手交人 你要是敢耍什么花样 这兔都撕了 我把李清还你便是 我们一手交人 一手交图 你不能把图给他 保宁 你快走 帮人 保宁 保宁 我去把董达回来 我去把董达回来 你先别去 咱们先出去 只要我想办法 走 怎么回事 是 死琴呢 走 还得快追 是 搞错了 快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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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上 我们要不要派人追 不用 有他就够了 就走 来 还要我去 怎么办都要牵人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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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萱 你来了 这里是我家 我为何不能来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 之前的事情 你考虑得怎么样 我想好了 我们不分开 我知道你不是有意要和我分开 我都已经想清楚了 你不想说 那就由我来说 一正替你聊伤时 发现你命不久矣 你不想让我担心难过 就想方设法地瞒住我 你是想死前替我安排好这一切 是不是这样 曹萱 不是 你再与我遮遮掩掩 我们就真的合理无意了 我说 其实刚才的猜测 你猜对了一半 什么意思 你快说呀 其实我不是命不久矣 是伤了身处 我们无法再有自私了 原来你不是得了重病 你之前说你想要有一个孩子 可我再没有办法 有一个孩子 那我问你 倘若换作是我不能有孩子 你会不会离开我 我绝不会 我们本为一心 我已将彼此 是位最珍贵的人 你先前提出于我和理 便还是不够相信我对你的真心 我做了 你的身体尚未痊愈 一切就不可以妄下定论 倘若之后不如我们所愿 我们就去收养那些 无父母母的孤苦孩儿 只要能将他们视为己出 我们就是真正的一家人 你说是不是 父君 之前是你 带领我走出黑暗 接下来 就换我来好好守护你 疼吗 高梅龙都告诉我了 外祖母的事情 是我误会你了 那你可信啊 我愿意听你细说 李家村一案我也查到真相了 那我们一一道来 嗯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太皇太后是你最亲近的人 她突然离开了你 你心里一定很难受 我能理解你当时的心情 你更不用跟我说对不起 你更不用跟我说对不起 先是因为我 因玉佩一事 对你父亲产生怀疑 害得我们俩之间 产生这么大的嫌隙 以至于太皇太后离世 我都不能陪在你身边 是我对不起你才是 我把它修好了 我以为你把它丢了呢 它一直都放在我身边 就像你在我身边一样 我们不要再分开了好不好 这链子怎么比之前还好看啊 我换了一条新的链子 比以前更加结实 这样以后 你想逃都逃不掉 对了 今天没能夺回神鬼兵器徒 你说让我相信你 这当中有什么玄机吗 所以要制成神鬼兵器关键的一步 全靠它来完成 你想啊 师父也跟着我们逃了出来 这样呢有了师父的帮助 我们就可以完整地制作出神鬼兵器 到时候呢就拿它来对付庆太和一些惨次品 咱们不就易如反掌了 公主 喝也 你说喝什么药 喂 王爷 这是公主的安胎药 你说什么 王爷 我们家公主 为了急急赶来救你 肚子里的小宝宝可是跟着受了不少罪 你可千万定了她把药喝了 宝宁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就是那么回事 你赶紧的你赶紧给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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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快快 好 慢点啊 谢谢你 没有放弃我们的孩子 谢什么谢呀 我才不会因为一时赌气不要她呢 她既然来到这个世上 那她就有活下去的权利 我真希望她是个女孩 能跟你一样勇敢聪慧 要真的是个女孩的话 我们就叫她李安诚吧 寓意成定安邦 天下太平 比部队 你看她 我还未能曇今天 你也不能让她们想到这儿 你还要想到哪儿 你还要想到哪儿 你应该要想到哪儿 你还要想到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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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要呢 快坐 到底还有多久啊 会抓紧的 听不怕 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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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这神鬼兵器 果然与刀剑共奴不同啊 果然是神兵利器 恭喜王上 王爷 属下总算找着你了 为什么 王爷 我发现公主离京后 便带着一队人马追踪 可还是来晚了 请王爷罚我吧 来 先起来 我和公主都没事啊 来 都起来吧 谢王爷 王爷 我在来的路上 意外地发现了 庆太的藏身之地 侯爷 我们一路追踪到此处 清太极其余党 就在这儿 李谦也在里面吗 不清楚 当时我们的人 跟到一处杀鸡林地 清太他们 就好像突然消失了一样 后来 我们跟着几个勇情国士兵 就追踪到了这里 李谦在里面的话 恐怕也是凶多吉少 清太被永庆国赶出来之后 也就是只落水狗 我倒要看看他 还有什么手段 侯爷的意思是 趁此机会 将他们一网打剑 不错 这朝廷能用 又不止李谦一人 我要让陛下和抱你 也能看到我 好 走 快 走 报 王上 外面有动静 正好可以试试我 这神鬼兵器的威力 取我战甲 是 有三哥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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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待这么几个人 净海侯也太看不起我了吧 秦泰 今天你逃不了了 快走 温叔 带他走 温叔 王爷 召枪 走 快走 快走 王上 八音藏在各地的人马赵齐 李浅 你给我等着 这次你们一个都跑不了 你怎么从秦泰手里逃出来的 侯爷怎知秦泰绑了我 那侯爷可知 程恩公还因我而受了伤呢 你我二人 就不要再兜圈子了 你肯定一早就知道 是我让下面的人 对你放松看管 才让秦泰对你有机可乘 你果然是巴不得我死 只要你死了 宝宁就是我的了 赵孝 事到如今你还想不明白 那我今天便一并告诉你 宝宁自始至终 对你都无男女之情 是你一厢情愿地爱慕她 这是其一 我替你比武招亲 并无争夺之意 后来发现秦泰其中的猫腻 也第一时间告知于你 包括珍宝阁的大火 也是我救的宝宁 我曾两次将宝宁拱手相让 使你没有抓住这个机会 这是其二 我与宝宁成亲 婚后恩爱有加 偶有矛盾 你就趁机拆散我们不仁不义 这是棋散 赵孝 从今往后 我还希望你能自重 别再惦记别人的棋子了 李清 这件事情我严谨于此了 但我今天 有更重要的事情要与你商量 我们合作吧 大敌当前未除外患 不管你是为了宝宁也好 为了这片土地也好 希望我们之间 能放弃所有的恩恩怨怨 一同抵御外敌 我为何要与你合作 庆太做出的兵器威力不容小觑 相信你也看到了 你的队伍也因此失去了一大半 难道你还有什么应对之法吗 不过宝宁说了 庆太手中的兵器 并不是真的神鬼兵器 而是个残刺品 若强行使用只会反伤它自己 而真的神鬼兵器 宝宁正在研制当中 在此之前 我希望我们能一同协作 一起守住这片土地 你就相信我一次 一起合作一把 好吗 希望你能 好好考虑考虑 宝宁 我们试试吧 你跟赵孝决定联合抗敌了 那我得赶紧 你已经够努力了 但是你要相信 身体才是最重要的 我跟赵孝一定会死死盯住这个青台 你不要过多担心了好吗 侯爷 可方便见一面 好 宝宁 你们快下去 没想到 你会主动来和我见面 我也没想到 你会选择跟李谦一起联合抗敌 之前的确是我不自量力 而如今只有和李谦一起抗敌 才有机会打败青台 李谦被冤入狱流放 后又被青台劫来 程恩公也因此受伤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拆散我们造成的后果吧 宝宁 你听我解释 自始至终 我对你都是真心的 打着爱慕我的幌子 一边拼命伤害我的亲人跟好友 也不知道 这到底是真心 还是自私固执 总之 我还是很感谢 你选择跟李谦一起并肩作战 靖海豪是明大义之人 是君子 君子坦荡荡 有所为 有所不为 还希望你不要让我们失望 驾 东东 你可想好了 我是永靖国的二王子 追捕青台是我分内之事 可你跟着我 若有闪失 便是身手易出 我不是早就告诉过你了 我不在乎您的身份 眼下更没什么可怕的了 我早就做好准备生死相随 您可要做好觉悟 广且嫂子飞鸽传书 我更是要随你前去相助 尽早除掉靖太这个败脸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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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宁 此情此景 我曾在梦里见到过 那岂不是梦想成真了 怎么感谢我啊 等青台的事结束了 我就减少军务 带你一起游山玩水 寻遍天下所有的技巧玩意儿 这个我喜欢 这石头呢 天生地长 即日月精华 被赋予了灵性跟生命 在高远地带 好多人都通过叠石头来祈福呢 说是石头叠得越高 愿力就越大 你静等乱 有我在 你的心愿一定不会坍塌的 那你此刻的心愿是什么 几败庆太 谢甲归田 跟你回禀州 过太平日子 这肯定会实现的 本来还想着乘胜追击 没想到这神鬼兵器用了一回就出了岔子 重新装配又费了不少时间 王上 我们已经胜利在旺了 说得对 传令下去 出发 集结兵力 出发 是 王爷 清太带着人马向我们袭来 好 该来了总会来的 通知全体将士 备阵 是 是 今日 我便跟你们做个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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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便跟你们做了结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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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云霖 怎么样 我没事 云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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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哥 哥 哥 好 不好 各的旧伤还没康复 能死在神鬼兵器之下 也算是你李谦的造化 我 哥 怎么样 我 为什么会这样 你从一开始初中就错了 炎制兵器 从来不是为了挑起战争 相反 应该为了保护子民跟城邦 大道之行 天下为功 大德约升 和气之降 以生性凶残 作恶多端 如今死在了自己的手里 也算是自食其果 哥 陛下 庆太已死 永庆国二王子庆安 近日王位 立下了与慕安国交好的承诺 此外 我和永庆国兵器大师思琴 经过数次测试 终于将神鬼兵器成功做出 此神兵威力无穷 现已派人将成品和图纸送入宫中 望陛下用此神兵保卫穆安国 陛下 慕安国的将来就交给你了 姑姑要和夫君去游山玩水了 无面 真羡慕姑姑 陛下 好吧 朕还有一堆奏章要看呢 陛下长大了 陛下 等等老奴 靖海侯赵孝 谋害永庆国太妃秦宇 多次构陷姓王李谦 并伤及承恩公曹轩 现自行认罪胡法 练在其抗击庆太有功 不贬去赵孝一切官职 流放至前东 未经赵剑 此生不得踏入都城半步 保宁 保重 保重 过来 你跟我过来 七娘子出来了 新娘子 恭喜啊 恭喜啊 恭喜恭喜 爹 娘 哥 嫂嫂 你们保重 我走了 我走了 夫人 你怎么回事 女儿不愿嫁人的时候 你天天唠叨她 这会儿找到如意郎君了 你又舍不得放她走了 你懂什么 你 谁说我舍不得东东出嫁 我是舍不得她要嫁到那么远的永庆国 早知道这样 我就不逼着东东成亲了 要不 咱们不嫁了 好不好 娘 你这是说什么话呀 母亲 那永庆新王庆安 是一个真心对东东的人 他嫁过去一定会幸福美满的 嗯 东东 尝回来看看 嗯 一定会 没什么事也别经常回来了 反正我这是当哥哥的 是不会想你的啊 你呀 哎 若是那个亲娘敢欺负你啊 我这半个哥哥连夜奔过去 也要教训他 行 别说人家了 想想你跟珊瑚吧 就是 公主你就别跟我开玩笑 哎 行了行了 都别废话了 吉时也到 少叫吧 嗯 娘 我走了 小孩子 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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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听好了 你们几个保护好夫人 她去哪儿 你们就去哪儿 夫人要是但凡少一根头发丝 我为你们试问 是 用不着 我刑伤多年 还保护不好自己不成 早几年的时候 被几个刘匪给劫了盗 依我看啊 恐怕是不自保啊 这多久之前的事 你怎么比我还怕警示 你自己出门在外 多加小心 夫人 你要出门吗 等等我 我们一起 问爹姐姐 再快一点 好 燕慈 你当心别摔着 嗯 素素 我回来了 这么早就回来了 累不累 不累 静雯 你母亲啊 她要照顾你 她要照顾你姐姐 她比父亲累 对不对啊 父亲回来了 父亲来和你玩喽 看齐一句好吧 小姐和宫业 当初抱了念慈姑娘回来啊 如今看真是好 念慈姑娘 在小姐和宫业的教导下 越来越活不可爱了 嗯 跟当初在强宝的时候 不大一样了 小带生 以后念慈就是我们的 亲生骨肉 她与我 公爷 小静雯 多远都是一甲人 哦 爸爸不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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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成 树上危险 你快下啦 我不下 我要离家处走 离开这块伤心地 为什么呢 我爹欺负我 他不投我了 还打我屁股 我爹也打我屁股 跟着我娘一起打 要不我们一起离家处走吧 但是我们离家处走会饿的呀 不怕不怕 我们可以沿街乞讨 我娘说了 现在天下太平 就连乞丐都饿不死 哦 是这样的呀 那我要考虑考虑 两位小祖宗 可真是让我好找啊 哎呦喂 郡主 你怎么还上树上去了 树上没血 快下来 我不下 我要离家处走 离家处走 小祖宗爱 这可使不得 来人 快来人 快来人 把郡主从树上接下来 我是那儿 这安成是越长大越调皮了 你昨日因他没有早起练字 罚了他 这就气上了 一晚上都闹着要离家处走了 当然了 我可是当娘亲的 岂能被他牵着鼻子走 他长大了得学会好好照顾自己 咱们就好好游山玩水吧 你这个当娘的 安成这坏脾气 最像你 什么像我呀 我从小变乖 被外祖母拘着学规矩 反正呢 我是听爹说过 有些人呢 从小就是孩子王 领着头上房接瓦 一日都照三摊的去闯祸呢 那叫威信 不知秀 真好 每一个人都得一个圆满 一束春风有两斑 南枝向暖北之寒 我此生 独目南枝暖向阳 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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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那雀跃的时光 都已经泛黄 迷失在路途上 忘了我的方向 偏了我曾年少情话 不知思念模样 许多年后才都欣赏 相聚相守的风光 就算你一分没 身穿关上 你依然是一束花 我拎着过 希望就在肩膀 就像曾未绽放 就算命运千遍万花图堂 我依然在这地方 念念不忘 直到最后最有 你爱被你送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